字幕提供 大家有没有发觉 那个慶的声音不同 是换了个慶的声音 因为今天呢 就在中环给我发现了一个呢 是更有佛系味道的慶 所以呢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那些声音呢 都比较确实一点的 佛系一点的 好了 今集讲什么呢 都希望佛系们讲一些 很重要的历史问题 事关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就开完 举世触目 而最受注目的自然就是 中共会有第三个 已经出了第三个历史决议 第一个历史决议是毛泽东那个 就是1945年 就是确立了毛泽东的统治权威 第二个就是1981年 应该没错 应该是80年代初 就确立了邓小平的统治权威 第三个历史决议呢 就是现在就确立了习近平的统治权威 很多人都说 不是啊 习近平一早已经确立了 他的统治权威了 现在搞什么决议出来 会不会多一次 一举呢 有些分析员都是这样说的 但是小弟就反而认为 现在出这个决议呢 正正正正好 证明他要确立自己的统治权威 正面文章反面读 那就是之前的统治权威了 大家明白了 嗯 有些东西 唉 说 五六成就算了 大家明白就可以了 不过小弟真的不想说呢 接着会怎样怎样怎样 因为这件事呢 虽然都有意思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过了 那小弟是读历史的 所以呢 很想跟大家深入去挖掘 深入去探讨呢 一个中国历史的规律问题 包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投不出的中国历史规律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历代的帝王 尤其是在改朝换代初期的帝王 虽然现在呢 中共建党一百周年 建政呢 建立政权呢 都七十二年了 好像都挺久了 但是在中国历史场合里面呢 很少时间的 都属于呢 柏阳所说的樽颈地带 历史的樽颈地带 还是在 尤其是拿政权 头过六七十年呢 还是在樽颈地带的 过不过得到 不知道啊 那 但是呢 中国历代帝王尤其是改朝换代 初期那几个皇帝呢 都是靠否定 上一个皇帝 去确立自己的统治权威 实际上是的 那 漢武帝否定文帝景帝啦 唐太宗否定李渊啦 毛泽天否定唐太宗啦 跟着唐元忠否定武泽天啦 是不是 就是诸如此类呢 最经典最经典的呢 就是 雍正否定康熙 乾隆否定雍正 家庆就否定乾隆啦 就是这样啦 而过去几十年来计呢 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呢 就是 毛泽东去否定 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国际派啦 所谓国际派呢 即是 为苏联 为莫斯科 马首是瞻的 亲俄派啦 他们这班人呢 绝大部分都 应该是 差不多全部啦 绝大部分都在俄国那里留学的 那些叫国际派 那 毛泽东那些叫陀地啦 如果用完现在的说法就是 好了 跟着呢 邓小平就否定毛泽东 晚年啦 七三分啦 文革有罪嘛 文革有错嘛 那否定晚年的毛泽东 真是搞到呢 亡国 亡党亡国这样 民不聊生 饿死很多人啦 跟着害死很多人啦 如果由大学进到文革来计呢 饿死就大学死四千万人 呃 文革就害死二三千万人 那加上呢 即是六七千万人啦 哈 南北韩加上的啦 好了 那就跟着 习近平就否定邓小平 哈 就不是否定邓小平的 否定是改革开放政策 去到晚期呢 去到近年呢 近年十年八载呢 就出现了很多贪污腐败的问题 哈 那是不是回到毛泽东年代呢 如果你从某一种管治策略上呢 可能是 但是又不像 你看回现在这个第三个历史 又不像完全 翻回去 只不过呢 就较为肯定 头三十年啦 哈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根据这个规律呢 将来呢 都会有人否定回 现在的 将会有人否定回 现在的 规律嘛 这个是历史的规律 都说小弟是读历史的 当然我副修是政治啦 那所以呢 都会明白的 哈 政治就是 将来的历史啦 就是等于 新闻是将来的历史一样啦 哈 不政治更加是啦 尤其在中国历史里面哈 哈 啊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其实真的是历史规律 因为中国历史到现在来说 都没有一个 就是用余英词 这个史学忠师的说法 没有一个文明的方法 不流血的方法 去搞 去处理改朝换代的问题 去处理呢 一些权力尋租的问题 什么权力尋租呢 这是拥有权力 你就拥有一些经济特权 一块地理批的 原来有很多回勇的 有很多回购的 大家 如果看回最近那本 沈棠啊 沈棠啊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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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啊 她老婆姓段那个呢 就和温家宝的老婆 打得火热 不是打得很关系 很契女 那他就说了很多 他和温家宝家族啊 和啊 这些 呃 孙政才是吧 我没记错 这些家族啊 那个人啊 一起怎样权力尋租 怎样拿了机场 啊 北京机场的货运站来做 啊 之如此类的东西呢 很多的 那就是看到这个问题了 因为是没有一个 文明的制度设计 我们一般叫民主制度 去处理这个问题 啊 去解决因为政治专制呢 而必然出现的权力尋租问题 就是所谓经济特权的问题 更加没有制度设计呢 去文明的解决接班人 顺利接班的问题 以至啊 啊 每次更换最高领导人 要么会有政变啦 就是那时四人帮被打到 就是怀仁堂政变啦 要么呢 就嗯 就靠呢 去否定前朝 新任的领导人 否定前朝领导人 啊 他职责 的漏弊呢 去确立自己的统治权位 唯一是这样 要不然你怎样 评计自己 是我做呢 就是上一首做得不好嘛 就是现在你看无线CCTVB 都是这样的 曾志矮呢 都是会否定上一首 什么余泳山啊那些 就是做得不好 他跟着做下来的嘛 就一定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如果做得好 需要什么去换呢 就是那种咯 就是那种咯 那当然啦 中国那些就是 有些是瓜柴 要换的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的 尤其你看回 尤其是邓小平这几十年呢 持庄这几十年呢 就不是这样的玩法 当然邓小平都尝试解决 这个接班人问题啦 就是一个所谓 用一个寡头统治的方法 去大家权力分庄 经济分庄 各方面的分庄啦 一人持庄十年 不同的派系 都有想头的 但是都解决不了 现在都废除了 是吧 随着废除这个 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 是吧 那就是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规律来的 中国历史的一种 惰性 惯性来的 就是如果再去看这些党呢 就是好像 有没有办法的 就是 这个实际也是有这样的需要 康熙晚年或者末期呢 末年呢 他贪污腹化问题很严重 他又永不家父 又又老呢 那搞到那些官的人工又低 那于是乎很多 所谓流亏的问题出现了 自己要加征很多其他东西了 就是每个地方 是不是 那很严重 那所以雍正呢 就要搏乱反正咯 搞好他咯 有养廉银啊 火浩归功啊 甚至乎改土归流啊 改土归流现在香港就是啦 那些土官 就是香港的陀地啊 陀地官 那些七七七那些就是陀地官 那些土官呢 那些土官呢 就要改了他了 不准你就是拿庄了 那些权力是归了那些楼官 就是北京派来 中央派路人的官 就是洛公惠宁啊 这一堆人啊 譚铁牛啊这一堆啊 这一堆啊 盧申寧啊这一堆啊 就是这样了 是不是 那这样也没办法的 唯有是这样了 好了 那到康熙 虽然十三年啦 都是有文字獄啊 有大兴文字獄啊 有这一堆呢 去到呢 去末年 康熙晚期呢 都是搞到很多 那官场又 哇 是民风丧胆 地方又觉得你管得太死 太严 大家呢 就是 就是呢 整个生产力又差了 很多东西都不行了 那虽然有些人都赞啊 雍正 真是勃乱反正了 但是又矫枉过正 是不是 于是乎乾隆拿庄之后呢 雍正十三年 跟着因为吃春药吃瓜了 就像洪远那些东西 是不是 乾隆立即二十多岁拿庄 最初都是做回康熙 他是爺的那些东西 有点像做回木杂东那些东西 不过当然 毛泽都不是康熙了 某人都未必是乾隆 总之乾隆最初呢 都是撥乱反正 不要管得太严 鬆一点 就是这样的 换来都挺长时间 三四十年的繁荣 但是见到乾隆做了六十年 皇帝 到晚年呢 又出事了 只是重行一个和身 已经麻烦了 就是这个极极的天智第一号 大贪官 就是不要说了 他自己也都窮车极似 六下江南 涂空了国父 就有十全武功 更加涂空国父 即不是军备竞赛 没有人够来的 总之现在要做官 要做天下最强 不是宇宙最强 那就麻烦了 于是乎呢 到家庆又要省家了 大家家庆一上台 就已经有百年教之乱了 搞了十几年 不是说笑 即是太平天国之前 大家可以想象到 是多得人害怕的事 所以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这样想 那个规律来的 那就是说呢 因为没有制度设计 所以类似的问题 只会不断不断出现 无限运动 是吧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回现代的情况 即是毛大宗瓜柴 由于根本是没有办法 这个感调 这个路没有办法再走下去 所以呢 四人帮肯定会倒台 问题是不是用怀仁堂政变 叶剑英出兵 是不是这样 但是他都不会走下去的 而将来那些什么派 结果都是一样 都是没有办法 现在第三个历史决议 最大的意义就是 告诉大家 是不断否定上一代 上一朝 不是上一代 朝代 是上一代 每一代 就是 由共太祖到共高祖到共太宗到共太宗到共高宗 哇 这些一路这么共下去 都是这样否定 尤其现在是建国初期 即改朝换代初期都还是 至少过了一百年才叫中期 现在党就建立了一百年 建立政权就七十二年 所以还是一个很敏感的时候 总之就是这样了 总之将来都是这样 那什么意思呢 始终有真意 尽在不言中下 有心人就肯定会明白的 尤其是有心人肯定会明白呢 有些东西都是值得支持下去 值得支持下去 值得继续走下去的 但是那句 始终有真意 尽在不言中 共勉